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没有签署协议 仅出去了借条 之后数年 王女士未曾获得回报 千万钱款也未能收回 而今何时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情报局 政工处没有叫楼志英的现役军人 听审中 对于冒充军人身份一事 楼志英表示否认 趁自己没有以军人自聚 也没有以军人被紧和王女士商谈生意 坚称双方只是投资项目陷入困局 会想办法把钱款还给王女士 今年4月 北京西城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楼已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楼志英不满判决随后上诉 今月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中审判决 驳回楼志英上诉 维持原判 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继续追缴其为把所得 其中一张借条的班拍照 显示楼志英向王女士借款220万人 受访者公图 三张借条借走1780余万 王女士的陈述及辩认笔录显示 2013年初 经朋友介绍 了解到楼志英是管国家金融的领导 可帮忙贷款 后预知在万寿路7号院 一处办公室里多次见面 此后 楼志英开始向王女士借钱 为了获取信任 楼曾拿出多少房产证 生成每间都价值200多万 并介绍自己身份比省委书记高半格 27岁就是中将 总参二部 三部都归他管 王女士自述 至此他听信了楼的话 以为摊上了高枝 便决定借钱给楼志英 2013年8月9日 自己给楼志英赚款220万人 2013年8月27日 楼志英又介绍到 有个成都的政府大项目 有部队的参与 让他将商铺抵押贷款 借钱给楼进行投资 最多两个月都能赚回来 次日 王女士与楼志英一起 在成都办理了抵押手续 用其商铺抵押贷款1200万元 利息四分 每月48万利息 此后 楼志英再次找到王女士 一大项目差几百万元 让他拿房子抵押再借点钱 随后王女士向朋友借了330万元 转给楼志英 王女士表示 事后他给楼打电话 对方不是不接 就是说自己忙 询问什么时候还钱时 对方便回答 偷到国家大项目上去了 很快还给他 但至今不与他见面 也没还钱 直到2015年4月27日 王女士去楼志英的公司 公司说 楼志英现在虽然是法定代表人 但公司跟楼没关系后 意识到问题 随后报警 最了解 从2013年8月起至2013年12月 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王女士分九次给楼志英 三个账户赚款 共计1780万人 双方没有任何合同协议 仅有三张金额分别为220万 1200万 以及330万的借据 庭审否认一军人背禁 偏取钱款庭审公诉人 出示了多份证人证言 包括王女士的数位朋友 亲属陈述 以及其他与楼志英商议或投资的证人 证明曾多次听到楼志英介绍 自己属于部队 有很强背景 成都一家为王女士办理1200万贷款的公司职员 彭某 在证言中讲述 2013年 王女士与楼志英 还有一名叫做少宁珍的男子一起 来公司办理贷款 彭某表示 曾听见少宁珍对王女士介绍 楼志英是部队的高官 这是个国家项目 让王某放心大胆的投资 不会亏的 他曾问过楼志英 您是那个部队的高官 是不是负责资金 楼志英说是 而在开车前往母地地 办理房产征地涕图中 楼志英提提 这是政府的项目 不会有问题 并表示政府的款项待位后 一定要把房产底家解除 如果不解除 他就会调动成都军队过来 当公司机关核实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情报局 正宫处 没有叫楼志英的现役军人 庭审中 楼志英也否认自己曾以军人身份自据 以及以军人背景和王女士商谈生意 坚称双方只是投资项目陷入困局 会想办法把钱款还给王女士 他始终强调 邵明镇是一名浙江商人 他和王女士都是看上了邵明镇位于浙江嘉欣的一个养老项目 但该项目不动产 已经被查封 需要投资金进行解冻 楼志英称 他自己投资该项目上千万资金 王女士同样也把资金投进来 因邵明镇当时的银行卡被冻结 所以才会把钱先转到自己账户 再由他转给邵明镇的债权人 因为邵明镇的债权人不止一个 导致项目迟迟未能解冻 现在王女士和自己的钱都陷在了项目里 自己也在和邵明镇打官司 想追讨这笔钱 楼志英的辩护律师表示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楼志英冒充军人身份 没有证据表明楼志英出具了包括军官证 军车 军服等任何和军人有关的物件 这起事件只是普通的民间接待纠纷 其实楼志英本人也是受害者 中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今年4月24日 北京西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 楼志英于2013年8月至2013年12月期间 在北京市海电区瓦电东路19号 经贸国际大厦3楼322号等的 冒充军人身份 以借款投资为名 从被害人王女士处非法 获取人民币1700亿万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楼志英冒充军人进行招 摇撞骗的行为 以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对上位追缴之违法 所得一千五百余万元 继续向楼志英追缴 追缴后发还被害人王女士 因不满意审判决 楼志英上诉 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他认为 原审法院对钱款序项等认定有误 被害人投资于所谓的楼志英 冒充军人没有英国关系 自己没有冒充军人骗钱 王女士是看好家亲娘老项目 和其一起进行投资 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建议二社法院改犯无罪 王女士的家属陈先生 告诉众二组37号 他们同样不满意审判决 认为法院对楼志英的谅情过轻 陈先生表示 王女士文化程度并不高 此前借出的钱是早年 向哈作矿产生意涮下的 但至今 对方人类将钱款归还 2018年7月30日 北京二中院做出终审判决 法院审理查明 证人证言只能证明 王女士 楼志英 邵宁正 曾经上谈 国家新养老项目等 但均不能证明三人 对投资该项目 是否达成一致意见 以及王女士 递家借款 的目的和钱款蓄项 家新养老项目存在 楼志英 与邵宁正有合作 但无法证明 王女士 借款 与该项目 是否有关 故忠审法院认定 上诉人 楼志英 其行为 以构称 冒充军人 招摇撞骗罪 以把英语成储 不回楼志英的上诉 维持原判 心经报记者 左燕燕连吉 潘家宽 脚对王新直奔连吉 宁敬瑾转 银眼术 从屁流任5年认 yang